SuitEdge 大家好 我是Web Stalker 今天要分享的是孩子寶特種部隊 GI Joe Classified Series Tiger Force Outback 人偶 我平常都是分享電影跟影集的觀後感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點擊右上角的連接收看 過去台灣翻作大英雄的特種部隊系列 不是属于我那个世代的作品 我要到2009年才真正透过真人电影版 正式里面的角色 所以没有被改编到真人电影的Outback 我当然就更加不熟悉了 我一开始看到这款人偶时 也觉得这个身穿橘色的老头是哪位啊 衣服的正面还有一个醒目的老虎头像 跟我印象中动作英雄的造型不太符合 但我还是被他整体的身形所吸引 在看过好几部国外创作者分享的心得影片之后 也慢慢了解到他的魅力所在 而Outback这个角色 本名为史杜华赛尔科克 最初的造型其实是年轻好几岁 身穿鞋的survival白色上衣的红发男子 而这款橘色上衣的是 曾经在英国推出的Tiger Force老年版本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那些老人印汉的角色 像是Old Snake跟老人罗根 还有最近杰夫不理基主演的亡命在劫 所以最后还是忍不住入手这位我不太熟悉的酷角色 好那就先快速的看一下他的包装盒 正面可以看到Outback人偶 还有他的配件 它一个Force的图案 它一个Force的图案 Gi Joe 他的图像 右边是一台艺术的画像 左边是他的一些技能 Outback的技能 他是列在39号 背面的话就是一个叢林的图案 好那接下来就把Outback拿出来吧 哇真的是非常帅气 远看好像真的有点 还有一个杰夫不理基的感觉 有吗 头雕的整体细节非常出色 真的有种惊艳到的感觉 那看起来的话没有什么大瑕疵 不过很可惜没有给第二个头雕 不然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情变化 但能够得到这个头雕的品质已经很不错了 那他嘴巴有稍微微笑 让Outback有种自信满满的感觉 头发跟胡子上色的部分有很多层次感 蓝色的头巾压在头发底下 那他脖子的部分也有做出肌肉的线条 甚至还有一些皱纹 不知道摄影机可不可以拍得到 有看到吗 好像有一点 那这个老虎的图案 就是头老虎 那上色我觉得蛮完美的 其实我觉得越看越喜欢 看起来挺有气势的 就跟Outback一样是一头不好惹的猛兽 我也蛮喜欢衣服上的皱褶 棒的细节 那背带的细节也不满乎 上面这种模拟皮革的感觉 我觉得最用心的是背带这边 有做多出来的这一节 那整个背带的话是另外套上来的 所以往上拉的话也可以看到裤子的腰带 再来是手臂的部分 那它五孔的关节看起来就是舒服啊 那它五孔的关节看起来就是舒服啊 肌肉线条很完美 然后它手毛的部分就只用上色的方式 左手这边有一个手表 那右手的话就是一个像是手环的东西 那它上端的话好像就没有做上色了 比较希望至少手表的表面能上一些颜色 像是有一个时针分针之类的 然后它的手套上其实也有做一些小刮痕 可以看得到吗 这样非常符合它在野外求生的设定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腿部 我很喜欢它的迷彩野战裤 有做出跟它上衣不同的材质 那裤子皱褶的细节也都很赞 那如果它枪套这些小配件 能多上一点颜色的话会更加分 然后它靴子的细节我觉得也蛮出色的 那像真的一样 鞋带都有做出来 再来是它的配件 首先是背包的部分 整体做的非常细致 那它连内侧表面都有做出布料材质的感觉 那它连内侧表面都有做出布料材质的感觉 不光只有正面 那正面的话也可以看到背包上有不同的区块 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那也完全足够Outback在野外出任务的时候 它需要携带的物品 那还是比较可惜它这个背包没有做一些特别的上色处理 就是一块塑胶 再来是它的冲锋枪 它有一个固定的背带 我觉得这把枪细节也蛮完整的 但我觉得最酷的地方是它的弹夹可以抽出来 超酷的 那我的枪有稍微被挤到 有点弯曲变形了 那我想这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跟冲锋枪相比我更喜欢它的配枪 下面不知道是有红外线还是手电筒 但这边有做一个绷带的设计我觉得蛮赞的 它最后一百武器是一把战术小刀 嗯 那整把都是绿色的 那它接下来是一些野外求生工具 这种L型手电筒 其实我爸以前也有带一个回家玩过 也是很可惜这个没有多做一些上色处理 就是一块绿色塑胶 那最后的话是一个小铲子 看到这个就想到以前在马祖当鞭的日子 但那时候如果有这么帅的铲子 应该会挖得更开心吧 有相信这些装备都能放在Outback的身上吗 好 好了 超帅的吧 全部的装备都在他身上 辛苦这位老头子了 但我还是比较希望他的背包是像现实生活那样直接背上去的 像是星际大战欧币王这样 而且还可以打开耶 看起来就很疗愈 但是我觉得看Outback整体的背带设计 那样做的话可能真的有点难度 那接下来就纯属好玩跟其他公仔摆在一起做尺寸的比较 那先来看他跟他的Gi9伙伴蛇眼还有白幽灵摆在一起 再来是跟他一样是属于老人硬汉的老人罗根 还有老人鹰眼 再来跟巴斯光年还有卡西迪 再来换到一些超级英雄角色 蝙蝠侠还有月光骑士 最后因为万圣节快到了 所以就跟这个上市版的美国队长 摆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动关节的部分 那他的头的话是可以做旋转 那往上台的话是只能到这样 往下的话也是幅度都蛮低的 可以左右这样看 没错真的是幅度不够不够多 那身体的话可以这样往前倾 幅度大概是到这样 那往后的话是这样 真的很不敢搬这些玩具 那腰部的话就是差不多这样 是可以转320度的啦 那在手的话可以上举到这个部分 那在手的话可以上举到这个部分 二头肌部分旋转 然后这个 乌孔的关节 手的话也可以做旋转 那他左手的话是这种 上下的 拍不太清楚 上下的这种关节 那好像转不太动 那右手的话就是这种 正常前后的 左右的移动的关节 那脚部的部分的话 大腿这边可以做旋转 被这个稍微卡到 然后靴 那膝盖的话也是做两段式的关节 靴子的部分也可以做旋转 那脚的话 往下 往前 那也可以做一些旋转的动作 那往前脚的话可以往前踢到这边 那往后的话大概到这个程度 那也可以做一个劈腿的动作 那可以看到他的腿的话是可以往下拉的 可以向下做延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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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是特种部队的人偶 比较常见的一个设计 那虽然明年即将推出正统版的红发奥巴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老年版的感觉 有种给人更加老练 有更多故事充满魅力的硬汉的感觉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之后一样还是会有更多模型公仔的分享 那也别忘记可以去看一些我的影集还有电影的观后感 如果不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没关系 请用力的按一下不喜欢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赞 热爱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订阅 但如果你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支持这个频道的话 可以使用超级感谢功能喔 这样我们下次才能再度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